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它在脸上呈现的妆容完全不脏 它是一个非常清透的状态 然后我发现纯玉妆也是新一代的直男展妆容 其实我今天的腮红打得还蛮重的 差不多有半张脸都上了腮红 但是现在可能已经看不太出来了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接着看下去吧 这个新款的白金 其实唇域的眉毛就是要雾一点 不要强调那个毛流感 先沾那个开则的浅色 勾一下眉型 我们再用眉刷轻轻扫一下 因为还是有一点点偏深 鼻影有Omega 你们之前不是说我那个鼻影太直了吗 所以我这次就当中不扫了 下面扫一下 这样它当中就会有个自然的固度 其实因为是因为我鼻子大 所以想让鼻子化小一点 鼻影上的重 但其实鼻影上的重度就更加强调这个问题了 毛鸽皮里面的白色 体谅一下山根 我看到之前要我说自己山根它 大家在下面吵架 但是我的山根比起我的鼻头来说是不高 然后我们来上眼妆 这次我想上那种大面子的粉色 真的很好看这块 我当时买来之后没有用过几次 因为它太好看了 七阳 当时苏库有一个系列被炒得很贵很贵 就是它们这个系列 先用一个这边的浅色打底 还是这个颜色 画一下下眼睫 然后它现在不是只有粉的 所以稍微有一点点显肿 再拿一个大地丝盖一下就好了 Inisfree的22号色 不肿肿的就好 因为粉色嘛 有点容易显肿 如果你想要不显肿的这种 你就可以用豆沙色 做腮红和眼影 纯粒嘛 就是要大面积的 红色 其实你如果觉得腮红色化重了 你可以用粉饼气垫这样盖一下 或者你用干净的刷子晕一下 亮片是这个Romaine的02 底色比较轻透 因为好像但凡带一点底色的亮片 都会上镜有点显脏 我现在这样真的好像兔子哦 兔子成金 今天这个妆不都是粉色嘛 然后我最近也买了一个 小奥丁的粉紫色眼线笔 真的好神仙啊这个颜色 看到吗 它是这种很浅的粉紫色 这个颜色比起棕色多一点心机在里面 这个眼线笔它自己是有一点重量的 所以你画的时候不用害怕手抖 而且这个眼线笔它其实是素干的 我觉得对于单眼皮啊 或者内霜的姐妹来说比较友好一点 你就不用画完前再亮很久 因为它的颜色比较浅 所以你可以稍微拉长一点 也不会特别的夸张 其实看两边眼睛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的 因为唇语妆的上睫毛不是重点 所以就睫毛打底打一下 睫毛刚稍微刷一下就好了 但下睫毛要着重刷 能引到那种楚楚可怜的感觉 一般会先画卧蚕再刷睫毛 还是用这个Romaine的02里面这个亮片色提亮一下 卧蚕还是Kate的眉粉 这个眉粉一定要先画在当中再往两头晕 腮红好像还是太往外扩了 我想再画在面中部一点 其实我已经是短下巴了 但是我还是想下巴再短一点 太深了 但是因为它跟这个粉色其实融不到一起 所以修容还是少上一点 还得靠P图 而且这个风格你懂啊 它就不是把脸通通露出来给你看 它就是遮遮掩掩 遮一点露一点 然后唇欲妆的灵魂 就是嘟嘟的嘴巴 这时候我就比较推荐用水光唇 我不要用哑光的 因为水光就会让人更加想清一下 我嘴巴一定要往后的话 就是厚一点让人更加 你懂我意思吧 今天的唇油呢是我之前618买的这个 Hidden的唇油 然后这个唇油它真的非常好看 非常通透 而且不染唇我真的很喜欢 这个一刻喜欢给大家看一下手臂试色 看它这个颜色就非常清透 像夏天一晚清透的红豆冰 而且它上唇特别均匀 立马能遮盖掉本身的唇色和唇纹 嘴巴瞬间嘟起来 这个我其实是薄土的 因为我觉得唇欲的话 还是应该唇色稍微浅一点 就更加唇 Hidden家的这个内清系唇油呢 上嘴是凉凉的质地 然后有一股淡淡的薄荷味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感觉它在夏天可以直接给你的嘴降温几个度 因为我没有金色的高光 所以就拿一个这个完美日记的 要给人一种自然清透无瑕 清纯想保护的感觉 我现在去卷一个头发吧 忘了说了 症愈的灵魂还有质 这是我看了好几个人家的视频发现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跟你有动的话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 大家拜拜 拜拜 去换猪 吃 goes 吃 到 吃 吃 吃